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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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補充一下 剛才有談到香港的獨立這個部分 獨立 其實我剛好這兩天看了一篇資料 他們本身認同自己純粹是香港人的 香港大學的一份名表是差不多四成多 純粹香港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如果是純粹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差不多是兩成以內 如果現在公投支持香港獨立的話 結果先不理會北京政府承不承認 其實有四成多的人支持香港獨立 其實以現在政治體制來講 民調資訊裡面呈現的 其實有百分之六 等於說六成多 將近七成其實是支持 是比較傾向 就是所謂一國兩制這樣一個形勢 剛才一直在談 一直在談那個獨立的這個區塊 對於說補充了這樣一個資訊 然後其實我想講的就是說 因為剛好七月份還有前一陣子我剛好去香港 然後就對於就整個香港的這一波的一個 戰衆的一個行動 稍微有點了解 然後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整個這個 我自己整個在看待這個戰衆 我覺得整個行動都到後來現在的演變 已經跟本來的規劃不太一樣 但是我個人在看會 其實會是從一個 比如說香港居民 香港人民 然後就在回歸之後 然後回歸之後 他們面臨了整個九七 然後回歸之後這十幾年 然後對於整個所謂的中國這個因素的 在進入接收整個香港 他們整個這個城市或所謂城邦 對 開始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 然後跟一些積極的作文 所以等於說衍生出這幾年的一些 這樣的一個公立行動 然後包括這一波 我覺得這一波其實是一個具體的一個對於 所謂跟中國的一個關係的一種 一種具體的反應 那所謂的中國這個因素其實可以分成幾個區塊 但是在這個整個幾個區塊裡面 它面臨的其實已經不單單只是一個 中國的一個北京當局 從這次的一個戰禮行動裡面 你會看到就是說 從九月二十二就學生罷課之後 當天其實同樣的有一個所謂七十人 由前特首算贏了七十人富豪團 然後去北京然後接學習近平 某個程度就是說 對於就是說資本 資本階級 然後這些富豪階級 就北京政府這一邊的一個融落 然後說 對 鞏固 其實已經很久 已經是幾十年的一個過程當中在進行 那以這一波的一個行動來講 你會看到後面 後面前幾天 你會看到整個就是那種所謂反戰中的人士出來 然後其實整個背後 那個前幾天 蘋果日報也爆了 對 就是哪邊哪邊的黑社會 哪邊的黑社會負責哪一塊 然後那個偉安的經費是多少 然後哪一塊是哪邊負責的 就是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說 會跟另外一個部分去做連結 就是在大課的9月26號 對 就是剛才西瓜講的 就是這一邊 這一邊的立法會前面 在進行學生的一個大課 另外一邊田馬公園 那一邊進行的是那個 是那個整個在進行 中國的國慶 慶祝10月1號國慶晚會 然後就是整個民間團體 另外一個已經是被整個中央當局 北京當局已經整個收割 已經整個籠絡了這個系統的民間組織 然後出來辦所謂國慶晚會 然後也可以看到比如說 剛好我去的時候 剛好看到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長洲島的那個漁民們 一上長洲島 然後就是國慶 進出國慶的一個大的一個牌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整個香港居民的一個對於 對於整個在進入被回歸到中國 整個這個大系統 這個大體制的一個漩渦裡面 整個被感受到的 不管是政治力 經濟 政治層面 經濟層面 甚至包括直接就是用人口 然後這樣的一個自由型的一個進入 然後這樣的一個入侵 然後跟恐慌 對 然後這種焦慮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的深 然後以這一次的一個行動來 我覺得就是一個 某程度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緒上的一個 具體的一個展現 然後 因為我想要講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當我們台灣有很多人 好 再三十秒鐘 當我們台灣很多人 會直接就用318去類比這場行動 我覺得有時候會 太急著去做比較 然後如果單純這場運動 單純從學聯 或是學民思潮 或是站從三十個脈絡去看 對 也會有一點擔保 我會建議就是說 建議就是說 你從其他的 其他的組織 或是其他的一個社會 社會層面去切入 可能會看的 會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 因為從這個脈絡底下 他捲動出來 其實是一個整個 香港民眾 對於目前香港的處境的一種 一種反應跟具體的一個行動 我先請到這裡 謝謝 我剛剛我本來有一些想問的 阿峰導演跟部分 我現在想 其實這個主題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題目 你第一次在香港的話裡面 他這份意思是怎麼樣 而且剛剛七百五 有談到 不要說是香港 有談到目前 其實在我 我在台灣參與民族運動 比較很早 在我十八歲 二十歲以後 三十年前我在街頭 我就 那時候我們跟警察對幹 我們不是香港這樣 還有三一八這樣 我們就直接 我們直接丟石頭這樣 直接對幹 他也直接超過來 但是他只要被我們難到 他也就完蛋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在整個以前 真的很富全 到四個裡面 一百個裡面就 我們找不到一個 一兩個女朋友 而且以前在那個所謂 真的很富全的街頭對抗的時代 其實在台灣男性會比較 年紀比較偏大 主力是大概四十歲到五十歲這樣 那時候我記得我二十幾歲 在裡面算你年輕滿不清楚 我跟你們這個世代完全不一樣 第二問題我要請問的是說 你在整個你們這些補血 除了你這個價值補血的價值以外 我想瞭解你這一代四代的明輕人 在參與這個運動 除了這個 爭取這個一貫 你還有其他的想法嗎 還有 藉此這個運動 你們要 希望追求到什麼一個理想這樣 比較像第二個問題 前面第一個不是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針對香港 呃 旅立的意思我都不知道 就是就是說我們女生的 要吧 我都不知道 反正話是什麼 有什麼說 但是第二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搞 應該是這樣說 群眾他們很多時候都說 我們這一場的藏中的運動 我們是爭取政府選 但是其實我們搞運動 我們日記常說譬如說 譬如說 普選從來不是妄人的 譬如說 有普選之後 我們不會真正有一個性別的平權這樣 這個其實在我們的運動節裡面 我們一直都有這種想法的 但是怎樣去就是Cactus出來了 其實就可以看到 香港那邊其實我們從 應該是說97年之後吧 其實我們一直 正普選都是我們一個搞社會運動 比較大的一個藝術 這個藝術是脫離不了的 應該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搞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記憶點要說就是正普選 因為真的 因為正普選 這個它基本的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因為其實在97以前 已經有很多的運動節 他們都已經在搞 一定要爭取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 脫離不了那個正普選 是一個比較大的議題是很勝 就是優惑應該是這樣說 聖姿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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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姿 聖姿 就是應該說 正普選這個意思 甚至就是會壓到其他的運動的議題 但是這個是避免不了的 老實說這個 這個馬上對我從來都覺得解決不了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已經爭取了正普選二十多年 都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運動節也可以做的 就像是我剛才分享的 就是從不同的正普選的運動裡面 找一個機會去搞其他的運動 也像恩恩剛才說的 我們每一場運動都是新年的運動這樣子 當然呢 其實有正普選之後 我們就有很多的放箱給去做 所以其實這一次 張宇中環也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說 就是說這一次張宇中環有一個很好的口號 我是非常喜歡的 自己香港自己救 當然也是抄你們的 但是 但是為什麼我非常喜歡這句口號 因為其實這句口號還有下一句 就是說 自己未來自己救 就是說 我們香港人 香港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 其實本來就是感覺我們沒有未來的 本來沒有未來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要奪回 就是救回來的感覺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張宇運動裡面出現這個口號 然後就是出現很多小的圈子 在討論這句口號 就發現了其實香港人他們就是 因為這一次爭取正普選的運動搞得那麼大 然後他們已經張宇了11天 這11天裡面當然是有很多冷牆啊 他們要自己去討論 這個就是一個好機會讓他們去討論 他們對香港的一個 imagination這樣子 就是其實現在我看到的就是 跟以前的真普選的運動很不一樣的 就是現在的運動裡面 他們已經群眾積極會想像 未來的香港要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老實說我看到是有很大的進步 也開始出現我剛才說那個解決不來的問題 好像是鬧鬧有一個方向可以去解決 當然我不知道張宇運之後會怎麼樣 但是我看到的是他們的腹蛋裡面 已經有更多的東西存在了 這樣子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好 最後還沒有 最後一個 有沒有人一定非得講不可的一個問題 或是回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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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過這次不要再講 對 好 加油 因為我比較想問說就是 原本在所有我們的聲音圈裡面 然後 性別的這個意識系 它會一直被提出來討論 那參與在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應該某種程度上 它會比較對於這方面的議題 會是比較敏感的 可是我們會看到說 在今年的所謂 就這麼大部分的運動之後 它來自了很多所謂我們認為的素人 的社運的素人 然後他們原本在這個社會框架底下的 那種性別的意識 在進入到 開始進入到這個社運的圈子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知道如何去怎麼樣去調整 或者是怎麼樣去開始去 面對這樣子的 應該可以說是困境 可能不至於到那麼 那麼嚴重 可是當 例如說我們在一般的職場上 我們會認為說 欸 男生就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 女生就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 而當他們開始參與到所謂的社運的一些運動的之後 那 有些人會很自動的去歸類 將自己歸類在 欸 我就是適合做 這種幕後的 那我適合做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去再做調適 或者是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建議這樣 我想要問的事情 那問誰嗎 三位都要回答對不對 都可以啊 那就是 你們有誰可以回應 還是覺得 可以稍微講一下 那個 其實我剛才在講的很多都是從 就是所謂的社運圈 或是一個比較經過醫師的社群裡面 去探險別的魂境 就我之所以覺得那個魂境特別強大 就是因為大家都太有性別意思了 可是嘴巴上講 可是你很老實 就是 你可能大家都會講 包括很多的 在 在上位的男生 他們其實都很知道 欸那 我這樣平權啊 我可以付權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 情急之下到胖之前 他還是會喊說 男生到第一排去 就是 或者是他還是會有意不意的 在一些地方 會排擠掉女生 或他會用一些 兩張的方式 在 在很隱為的 就是會讓一些女性 會沒有辦法進去那個圈子 我覺得這次進步社群裡面的 性別不平等最麻煩的 因為大家都不太會講 大家都太有性別意思了 所以當性別不平等 或是什麼樣的動物出來的時候 大家是很會用一些 很厲害的社群霸權的話 或是性進步的話 去掩飾自己做什麼事情 或是會自己做的事情 做很漂亮的權勢 但素人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很活潑的一個 就是我就帶來一些新的活力 就是我其實有的時候 會就是在一些出差女社會運動的 一些人 他們可能其實他們講的話 並不是那麼有性別的意思 甚至有些女生他就會覺得說 欸對啊 有些東西要男生去做運動 就是他會 他不太懂那些漂亮的話 他也很符音那個東西 可是你慢慢的去做 譬如說有女生不敢說什麼 我就會去當那個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我可能很缺少一個 role model 我就會覺得我可能需要更多的 已經在圈子裡面的人 勇於去挑戰 不是我做一個男生 我也可以是 譬如說做後勤去煮飯的 做一個女生也可以做什麼 去這樣子去挑戰他們的觀念 而不是再用就是一堆教理去 先去看性別的大姐 你叫你先去獨頭寸圈 我就不是這樣 就是說大概是因為運動而來 所以你要用運動來告訴大家 就是欠別什麼 就是跟他們交換他們討論 有時候會發現他們講的才是對的 他們選擇的方式其實也是 他們理性覺得是遇補自己 因為他們不經過或他們不夠 其實有什麼意思 對 然後 我還要再講另外一件事 剛才突然想到 就我覺得今天這場子非常特別 因為我在台北有一場 就是也是蛇舞 是另外那場是陳維廷跟 黃生漢跟那個VV 就是他們也是在談香港的事情 那個時候他們談動跟戲別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我在提問的時候 其實有問到這個 然後 但當場並沒有激起什麼樣的討論 然後江哥其實也沒有什麼回應 然後這讓我有個很深的感覺是 其實性別的議題都是次要的 在任何的議題 任何的話裡面都是次要的 雖然我知道女生男女拼的 可是現在這個東西很重要 我們應該去追求這個 然後我覺得這個講座很特別 是我從來沒有 幾乎是沒有在一個運動 在才還在很前期 甚至還沒有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開始去談性別這件事情 雖然我並不是真實 就是實際去參加香港運動的人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我希望可以去突破一件事 就是性別這件事情 它跟其他東西沒有先後之分 是同時它就是要互相影響 互相變成 對 然後我就回答到這邊 看夢 你要補充嗎? 那我補充得好了 就是就是剛剛他提到這個講座 雖然我沒有去參加 可是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因為我還蠻容易被邀請去講 一些就是關於自己的性別 在運動中的一些問題 可是通常這樣的講座 通常就是女生比較多 而且都是女性的講者 就是性別議題好像我們層次上面 好像是被認為說女性 才有這個經驗 才可以出來分享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啦 就是會給我一種好像很笨的事 就是因為是女生 所以才會知道 當然就是這個位置上面可以 所以像那些說 也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可是有時候覺得蠻可惜的 就覺得其實男生應該也可以了解 或是分享他們自己的性別經驗 對 然後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好像也真的不用把素人 跟所謂有經驗的社運圈的人 做這麼長 就是做好像做一個化解 還是一個很惡元的對立 因為誰沒有當過素人啊 就是好像也沒有一生下來 就可能懂性別還是什麼的 所以也是 我自己的性別意識也是在 就是參與一些運動的場合中 慢慢長出來的 然後剛好是因為自己是女生 所以會有更多這種反抗的意識 所以才會想要去接觸某些議題 或是去進出某些問數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可能就是 呃女性主義面很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個人及政治 就是你要怎麼去運用自己的位置 看別人互動 然後產生某種效果 對啊 就它很重要 就是一種非常生活的實驗 對 然後就這次的發言 其實都是男生 都是男生嘛 這有點可惜 所以就是鼓勵女生 可以沒有講一些話 對 也是補充一下喔 在香港的經驗下 可能香港比較小嘛 所以其實就是說 就說這次的葬禮的運動吧 這次的葬禮的運動 我們本來的背景就是說罷課嘛 在這個罷課裡面 其實很多的教師 很多的學者 他們都會出來說 我們要搞一些公民的教師 就是公民的課堂之類的 然後其實可能 因為真的比較幸運 在香港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兩位 比較verical的女性主義的學者 然後他們就搞非常多的公民的課堂 然後其實很多蘇人都會去 其實我們自己在看到 特別是香港的其中一個區域 其中一個葬禮的區域叫旺角 那邊是比較複全的 因為那邊比較多小部分 那邊的小部分 他們也是來葬禮的 其實他們也是跟我們一樣 都會葬禮 但是他們本來就是比較習慣 有很複全的一個圈子 然後其實好好玩的就是 我那個比較verical的女性主義 那個老師 她就去那邊 特別去那邊 搞這個公民的課堂 然後她就說 欸就是想問問 他們都好的反應 因為其實他們 喔原來家裡的老婆 可以這樣來 原來家裡的女朋友 他們也可以來 之類的語言 或者是對話都出現 所以其實 我不知道台灣 可不可以做這種事 但是香港就是比較幸運 因為我們比較小 然後人都比較小 我們就可以慢慢一個接一個 就是做這種的教育的工作 所以其實 素人也是很快 就可以就是 慢慢的接住 這種比較衝突 比較有衝擊性的一種的對話 或者是說 跟我們談一些 性別的議題這樣子 就是這個補充而已 好 那我們就謝謝他們三位 那其實 我覺得今天 對我來講說 是一個很寶貴的一個經驗 也就是說 其實確實我們在過去的 318運動裡面 我們其實本來就是在 性別的角色在運動當中 其實一直是被 大家來提到說 很多的分析或評論 或者是討論也好 一直常常忽略到 性別在運動中裡面 扮演的角色位置 那我們今天 其實是 哲伍在台中 我們常是第一次 有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我覺得其實透過他們 剛剛的三位在講 不管是台灣的經驗 或是香港的經驗也好 我剛剛想到一個事情 前一陣子不是有 出一個女生事態的書 對不對 然後其實在講說 社運裡面的一些經驗 我覺得其實 我們應該從女性的角度 甚至說 不要說 不要說女性啦 就是說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來書寫說自己在 自己參與的運動裡面的 你的那個性別的經驗 然後那個性別的經驗 你可以再轉化成一個 說類似交戰手冊 說 我到了街頭的時候 我怎麼從性別的角度去看說 那我要怎麼來 開始在運動當中 我要怎麼去 應應 做一些調試或應應也好 我覺得其實還是蠻有趣的 一個書寫 然後大家也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那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 因為時間關係 我必須要趕快把這個活動這樣結束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待會你 真的剛剛不好意思舉手 那你私底下有一些問題 你還是可以找 三位的講者 給他們點回饋 或分享 或疲問都可以 那我們 今天活動就到這邊結束 那這個禮拜呢 我再預告一下不好意思 總是沒有把話說 這禮拜五 我們這禮拜五是十月十號 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可是十月十日 我們都談國慶 我們要談的是江國慶 不是啦 我們要談 大家知道江國慶嗎 一個冤案冤死的案子 可是我們要從江國慶的案子裡面 再來衍生出 另外兩個 台灣現在還存在的冤案 他們還在 那個看守所當中 那我們要來談他們兩個案子 那歡迎大家 這個禮拜五晚上七點 在這個地方好辦 同樣的時間七點 大家可以 找你的好朋友 然後不要去看煙果 就來這裡 看那個 國慶日 我們要怎麼來 思考或反省 過一個不一樣的國慶 好 那謝謝大家